攻击点是怎样防守的 首先格斗师准备 对方打第一个攻击点 第一个攻击点是正批 我们头紧的这个范围 那我们只需要 可以加上步法三角步 后撤一步 然后加上一个十字结棍 什么叫做十字结棍 就是我们防御过去的时候 我们的棍和对方的棍 刚好成一个十字叫做十字结棍 如果对方是正批 我也是正防御 这个叫做正十字 这里有个概念叫做正十字防御 如果对方是反批 那现在就有个概念叫做 利十字防御 这样回到第一个点位打过来 对方正批 那我们对方是通过三角步 刷到我们身体侧面 那我防御为了拉开距离 我也用三角步到对方的侧面去 然后用正十字防御 这个时候为了辅助我们后面的双棍练习 我们可以加上活手 就正十字活手 注意这个活手 我们应该很多人会有一个误区 就是对方棍打过来 会先伸手 这个是错误的 如果对方的武器 如果对方是用刀 或者是比较强的武器 对方打过来 如果你先伸手 有可能在失误的情况下 对方打到手 这个时候很危险 所以我们在防御的时候 对方正批过来 我们先做的是十字防御 这个时候当十字防御成功之后 再加上活手 技术一定是先用棍去防御 当成功之后 我们再加上活手 对方做动作 这个是第一种 第二个点会 对方打过来 第二个点会 当我们一按的 我们先通过三角步 躲开对方的攻击范围 同样做一个反手的 立十字防御 然后先防御 再加活手 不要先伸手 这是很危险的 你一定要先用十字接棍 然后再加排球的防御 看一遍第二个点位 第二个点位 拿过来 好 这个是第二个点位 对方打第三个点位 第三个点位打过来 第三个点位是立的这个位置 那一样的 我们还是做一个正十字活手防御 只不过对方打的是中间偏下 让我们这个十字就没有像刚刚那么高 让我们撤过 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十字就比较矮一点 好 再看一个十字 第三点 好 第四个点位 一样的当下 一样的十字加活手 记住一定要先加棍 再加活手 那么第五个点位的时候 第五个点位对方是正次 那如果对方是次棍的话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用十字接棍的话 这样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如果对方刺得很快 而且往前面伸得很 而且因为刺棍的时候这个棍 它是可以左右移动 如果你十字接过去 就让对方是可以继续伸入进来的 那大家看一下错误的示范 就让对方刺棍的时候 如果我用十字 其实对方还是能刺到我 那刺棍的时候应该是怎么防御 刺棍这里我们有个概念叫做散心防御 就棍往下 我们棍往下两个手交叉变得像一把小伞一样 我们的伞嘛 伞就是像屋顶一样 我们也可以叫屋顶式防御 就高的屋顶式防御 中间的屋顶式防御 还有下低位的屋顶式防御 好对方刺过来 第五个点位 这个时候我们采取屋顶式防御 那么对方屋顶式防御 它是一个撒角形 对方沿着这个撒角形刺棍的时候 划出去 这个时候我们从屋顶式的中间 把手送出去 好再看第五个点位 好 接着第六个点位 第六个点位对方是反刺过来 这个时候就不用再做屋顶式了 那么一样的 再来一个十字 好接着第七个点位对方扫腿 扫腿的时候 一样的 我们往下面做一个立十字 立十字的防御 好 往下面做一个低位立十字的防御 但是这个时候 因为距离比较远 我们就不能再做活手 因为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做活手的话 我们的头的空格太大 那所以我们在对方打腿的时候 对方扫腿的时候 我们只是在客户做一个低位的十字防御 好对方反扫 一样的撤腿 做一个低位的十字防御就可以了 不需要加活手 那接着第九 第十和十一 十对方正刺连 刺不来 好在这个位置 如果刺的位置比较高 一样的我们往上做一个屋顶式的防御 然后手进来 然后手进来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做一个活手 这个时候做十字的话 你看对方正踢过来 如果往这边做十字 对方也可以滑到你 但是对方正踢过来 你往这个方向做十字 它也可以滑下来 那我刚刚说了 凡是直线的动作 我们都用屋顶式 刺也是直线 正辟也是直线 所以对方正踢下来 这个时候做一个屋顶式的防御 你看我们用慢动作 先是对方劈过来 先是一个屋顶式 然后对方沿着我这个屋顶滑下去 同时我们加一个活手 看 好 好 第十一完了之后 对方的棍劈下来 劈下来之后 它会接触这个惯性 做一个回旋 回旋那时候 它的棍已经到这边去了 如果我现在在做屋顶的话 我的屋顶在这个位置 但是对方的棍已经在这个位置 我会打到 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在做屋顶式的话 很容易会打到手 所以它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那我们的这个时候 我们的棍 那应该是往后肩膀这个位置 倒下去 对方劈下来 做一个防御 这是最后一式防御 叫做盾行防御 好 再看一遍 对方正踢下来 正踢下来之后 借助 惯性 然后回旋 到身体 他现在到了他身体的左边 到我的右边 那他回旋滚下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 他是朝我右边这个肩膀 他披下来 那我的棍开起来 那他慢一点 我的棍 抬起来 往下 做一个盾 像盾一样的护在我身体里面 身体往前面倾 好 再看一遍 十一 十二 十一 文旋 文旋 防御 好 这个就是我们 菲律宾短部基本功 最重要的十二个点位的 基础攻防 然后现在再给大家完整的做一遍示范 这里有一点 刚刚我们示范的时候我会发现 对方做十 第九和第十的时候是正刺脸刺过来 正刺的时候因为这个位置 因为我们头的面积比较小 如果对方做第五个点位是刺胸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面积比较大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正皮的话 很容易你看 皮刺过来 很容易滑进来 但是 所以我们在这个五点位的时候 必须要做有时候固顶式防御 但是如果对方刺的事没问题 固顶式也可以 这个时候如果对方正刺我的眼睛 这个时候我们做十字也可以 为什么这个时候做十字可以 因为我们头的面积比较小 它刺过来 我们持着 就算它的棍继续拐弯 它拐弯也拐到我的头后面去 它也刺不着 因为没有目标了 我的头 已经被藏到这个棍续里面去 它刺不去也是空的 它刺往前面刺也是空的 所以记住了 第九点的时候